大洲领海一辆重型半挂车开到路口,慢慢停下来,后方一辆小轿车快速驶来,一头扎进半挂车的尾部,轿车驾驶室严重变形,司机和副驾驶乘客都被卡在了座位上。 消防破拆救援,先将副驾驶座上的女子抱了出来。 另一边,消防员用破拆工具拆下车门,撑开方向盘,腾出一定空间后,三人合力将驾驶员抬出,男子意识还算清楚。 经医院检查,两人都没有大碍。据初步调查,事故原因是小轿车驾驶员疲劳驾驶。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。